再来提供一则台东县大武厢疑似爆发重大舞弊的消息 台东地检署侦办一件工程采购案件 发现大武厢厢长赵洪汉 还有建设客长陈文正疑似涉嫌触犯贪污治罪条例的徒利罪 昨天遭到警方大动作的搜索 并且传唤被告以及证人总共是20人 检方征讯过后将两人以有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 今天下午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 只不过检察官提出生压两人的请求 傍晚均遭到法院驳回并请回 地检署表示将继续提出抗告 台东地检署表示 承揽大武厢公所工程的一家厂商 工程验收预期 但建设客长陈文正竟然游说发文的单位 让工程得以延期 并且接受厂商的招待以及住宿 另外陈文正与乡长赵洪汉又明知道 另外一家厂商的工程设计图说 跟施工限定不符 没有依法办理变更设计或者是终止契约 却同意厂商进行失作 并违法办理验收以及结算土地厂商 台东地检署主任检察官 昨天指挥了法务部连政署南部地区调查组人员 兵分12处进行搜索 带回相关的资料 同时传唤被告以及证人总共20人 而检方认为商长赵洪汉 客长陈文正两个人都设犯 贪污治罪条例的土利罪嫌 而且有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 下午向法院提起伸压 不过接近傍晚的时候 伸压两人的请求均遭到法院驳回并请回 地检署也将依法提出抗告 3 4 谢谢观看